你好,我是折着王子 我们来折一款鸭子 我用的纸边长20厘米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 这样摆放 左侧 两个角对折 压出一小段折痕 展开 右侧也一样 压出一小段折痕 展开 右侧的角往里折 从上面的角 把这个角落在这个折痕上 这一侧也一样 再把它往外折 对其外侧的边 这侧也一样 然后放在背面 上面的边往里折 对其中间的折痕 这一侧也一样 这一侧也一样 展开 下面两侧的边 改向中间的折痕 展开 按照两次的折痕 收到一起 把这个角捏起来 把它折下来 这一侧也一样 把这个角捏起来 按照之前的折痕 收到一起 放下来 把这个往里折 展开 撑开 按照折痕往里折 上面从这个角这里 把它拧到一起 放下来 这一侧也一样 这一侧也一样 翻到背面 把这个角往上折 对齐这两个点之间 对齐这两个点 压好 再把这个角往里折 从下面中间的点 使这个角大概落在 这个斜线上 这一侧也一样 然后把它对折 稍微展开 从里面这个根部 到这个点 把这个往下折 留出一小段 再把它往上折 展开 把这个翻回来 把这个翻回来 撑开 按照折痕 翻着到下面 再按照第二次的折痕 往上翻折 再把这里撑开 这个小角往里折 背面也一样 这里留出一小段 把它往上折 这个部分 距离这个点 留出一小段 找到这个点 从这个点 到这个点 往里折一下 展开 把它撑开 上面这一半 对折 往里折 这写线是封线 把它捏出来 上面也捏出来 另一侧也一样 把它往里折 两道封线 捏出来 然后把这个 往上挤压 收到一起 形成这样 距离这里 留出一小段 这样斜着 折一下 另一侧也一样 往后折一下 两侧同时撑开 往下折 压好 上面往下翻折 再把它往下折 另一侧也一样 往下折 这下凉的部分 撑开 往后撑 这次也一样 调整一下 留出头的位置 往里折 再往外折 展开 撑开 按照折 恒光的折 再往外折 收到一起 可以把 这个放下来 把里面的颜色 翻出来 另一侧也一样 把这个翻下来一下 丢出嘴巴的一段 往里折 展开 然后展开 往里折 两侧往里折 对折收好 再把嘴巴 再把嘴巴 压平 捏一下 下面这个小角 往里折一小段 这一侧也一样 下面撑开 往里折 另一侧也一样 尾部的尖角 尾部的尖角 撑开 捏一下 这小角 捏一下 另一侧也一样 撑开 调整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 关注折折王子学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点 near 欢迎订阅明镜